中共商务部11月1日的一份 鼓励储存生活必需品通知 引发大陆多地民众抢购潮 中共商务部官员及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员 当天紧急澄清说 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 市场供应有保障 中共农业农村部4日说 今年粮食产量将创历史新高 库存充裕 供给完全没有问题 香港明报11月4日刊文分析 今次疫情隔离期间 一些封闭小区居民禁足14天都难以忍受 部分城市市民对于短期的拉闸限电都叫苦不迭 菜价猛涨亦引发网上投诉潮在如此民情之下 民众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 恐怕难以承受对岸反击的炮火 以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后果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 中国民众这种焦虑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共通过反复宣传 把中国人洗脑成对台海战争有了预期 而且现在多地供电都出现问题 在这波降温潮之前 民众抢购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台湾资深传媒人兼军事评论员 齐乐意对大纪元表示 大陆官方鼓励存货有多种原因 但不一定是说准备要打仗 现在也没有打仗的气氛 习近平现在最关心保全位 明年的二十大 习近平要继续再干 这是习近平最关心的事情 要在相对稳定的一个外部环境下 才能做这个事 齐乐意认为 习近平统一的决心一直在说 一直很想做 就是做不了 他说打台湾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涉及到不是两岸的问题 是区域的 乃至于全球的 美国现在海上联盟都已经组成了 其实中国现在反制 美国要比武统台湾更紧迫了 武统台湾的东西要放一放了 对于中共官方发通知鼓励存粮 又辟咬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 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当局现在要吓唬别人 还要煽动国内的战狼 粉红 五毛又要安抚这些人 所以要做些动作 做些样子 结果就变成政令 军令很混乱 甚至可以说 他发动武统的开始首战就是决战 首战就是终战 也就是终结了共产党的统治 北京市民王先生向大纪元表示 中国百姓大都知道 不可能打起来的 很多人其实已经觉醒了 真打起来了 内部就会起义的 王先生还揭露说 中国军队政府有多黑暗 我们在其中了解的最为真切 台湾资深传媒人兼军事评论员 齐乐义对大纪元表示 真要打仗 台湾人会义无反顾 台湾ET Today新闻云民调中心 2020年10月份的一份民调则显示 若两岸爆发冲突 18、19岁族群中有高达96%的人 愿意上战场 而在中国大陆 近年民众巨服兵役事件 平线官媒报导 即使严厉处理 也难阻贺 与前边多位观察人士 对战争的危机看法不同 吕奥法学家袁洪斌对大纪元表示 他认为台海战争一触即发 甚至就在年内 习近平当局正加快使中国进入战争状态的步伐 目的是应对即将发动的台海之战 中共近日发文件不允许私人资本投入媒体业务 那就是要更加全面的把舆论彻底控制死 就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入战争状态 准备开战